禅吉山维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28日于千佛大禅堂 举行维心弟子皈依大典 宗主混缘禅师 亲自为皈依弟子们主持典礼 在庄严圣月中声谈法座 义京大学校长 袁义法师带领全体540位 皈依学员 宣读皈依信条及宏愿 自皈依佛 自皈依法 自皈依僧 发露光明信念与行为 遵从师尊指导 努力修行佛法 并发四大宏愿 以此功德回向同修同正菩提 宗主混缘禅师 随即为皈依弟子 开示皈依的真实意 首先我要恭喜各位 你们带着你们的祖先 列节 燕心载主 在这里一起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圣 皈依圣 皇产老祖 皈依的真实意 就将我们过去 列节以来的月报 一并在这里 这个时刻洗清 所以皈依的第一个信条 没有忏悔文 往昔所造之恶业 皆有无时贪春痴 过去的月报 就是贪 很容易生气 它没有智慧所造成的月报 皆有无时贪春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一切的罪障 都是从过去的语讲话 身体所讲话的造成的 一切罪障 今忏悔 所以今天在佛前 我们大家一并忏悔 过去的贪春痴 所以现在你们的皈依 所以你们的自信佛 要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圣佛 佛法 道法 皈依生 皈依一切修行者 善知识为生 善知识为生 不是环乎啊 所以我们都要皈依善知识 这样人生就不会再造恶业 宗主指出 恶业一生必有后果 有的好几辈子此生碰上 难免不如意不顺利 要做的事障碍重重 这都是过去生所结的 恶缘和恶果 即是因果观 前因后果 有的在此生 有的在来生 随时都会萌芽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感恩诸佛菩萨的慈悲 借此因缘 名养两界皈依 仰仗老祖 佛祖 诸佛菩萨的接引 各祖先 离苦得乐 同登彼岸 这是名养两界的大事 宗主 请勉大家 坏习惯要断除 好习惯要发扬哄养 回去后 要将皈依症的信条 有空就要念一遍 当浴室杂乱繁琐时 将信条在老祖前 佛祖前 或祖先前念一遍 这样慢慢就会顺利 宗主随即加持 皈依佛珠 赠送给所有参加 皈依的弟子们 并叮咛弟子们 佛珠要勤念佛 不可送人 要好好珍惜 是代表各位皈依的信物 典礼庄严圆满 弟子们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微信记者 游慧玲 总本山仙佛寺报导